在陶藝创作中 又料可以说是创作的灵魂 创作是很多元的 那如果以这一品来讲 它是鸡 我是画了鸡 这个是比较具象的 那为什么我会画鸡 因为今年是属于鸡年 所以我就把这个鸡把它画上去 那这个鸡它也象征着风衣主食 你看一个公鸡带着母鸡 然后这个它带了六个小孩 它生了六个小鸡 所以它也是等一个象征的国运昌龙 然后风衣主食 所以我在这里你看 我就会又会提字写一个 拜年逢印 这都是象征我们很期待 国运昌龙 风调雨顺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期待 我是画油画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要把一个平面 然后画在一个立面上 它相当的不容易 尤其像这种颜色 它必须要经过有这一个胚体 著作成型 著作成型之后呢 它再去速烧 有700度先速烧 速烧好之后 我们再一一的再去跟它上色 上色完之后呢 像这些颜色呢 它又要必须要在1280度底下 把它烧制完成 烧制完成之后呢 你看这里面又有一个双金台 是贴金字的 那它贴金字呢 它又必须要在745度 才能够烧成 如果高了 这些字全部都没了 如果低了 那这些字变黑了 所以这是有相当的技巧 相当有技巧之后 这个瓶子每一次要经过 国家中央标准局去检验 检验成没有问题之后 然后才能再去金门关窑厂去灌酒 也因此这一路走来 是60年他们第一次 对我们艺术家来讲 也都是一大挑战 因为要将平面 彩绘成为一个立体 尤其一只柄子 阴满满的 怎么化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时评上五文弄墨 挥洒创意的一文盛世 双金彩桃两岸创作展 呈现一场一久相应 结合视觉与味觉的感官饗宴 时放新闻 王天伦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